王家强 王家强接手了乐队 才让Bio这个乐队没解散 如今聚哥哥却是二十多年 虽说名气一直赶不上哥哥黄家居 但黄家强依然能闯出一番成功的音乐事业 黄家强已经成家 而且希泽还是一位日本吉阳媳妇 两个在理发店认识的人 结婚一年有两个孩子 第二刘烨 刘烨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 大大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 形象俊朗 骨折里就很难忍 刘烨是一个特别会演戏的演员 收放自如 特别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人物的性格 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现场爆发力好 出场却从不露气 有驾驭各类角色的能力 如今的刘烨将自己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相当的成功 当然成功让人 背后有贤会能干的女人 而刘烨背后的女人 就是他法国犹太人妻子安娜 安娜是个十足的产女 精通多国语言 还是一个称职的妻子 第三 于小光说到于小光 那可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 因为他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 邱慈炫 邱慈炫来自韩国 邱慈炫最早在韩国出道 但他却是因为在中国拍摄 《大旗英雄传》而流的中国 正式踏入中国影视行业 他可能是现在最受中国人 欢迎的韩国艺人 他和于小光这段跨国恋情 十分的受关注和祝福 两人十分的般配 这得是郎才女貌 第四 萨贝宁要说最白的杨媳妇 一定非萨贝宁媳妇莫属 萨贝宁老婆的中文名字叫李白 人如其名 她不仅皮肤白 就连一头的发丝都是白色的 李白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位明星 早前曾经是五周畅想组合成员之一 当年这个团体在星光大道 拥有很高的人气 现在担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裁判 此职业全球从业者仅有六人 可以说是个财貌双全的女孩子